大家好,今次會為大家介紹兩款Lutherland軟件 第一款是Lutherland Living ABC 第二款是Lutherland Living Cocard 第一款是Lutherland Living ABC 這款軟件主要是教導初學的小朋友 26個英文字母所屬的拼音 我們看看 到現在的版面 我們會看到很多英文字母 我們先試一下A 然後按這個人物 之後就可以出版了 有一個故事 可以說回為什麼蘋果是A的音 還有很多不同的A字頭的字 我們會學習的 還有一些歌曲 還有一些活動可以做 我們來看看 I'm Ali Apple 之後還有一首歌 我們可以選擇其他圖 也會選擇 這個音有什麼字 在裡面 Alligator Astronaut 然後在Activities 當你學習了那個音的時候 它也會有一點活動 讓大家做回 例如學生可以拍到某些字 Luther sound 我們試一下 Clic on the circle to hear six different letter sounds When you have found the sound that this character makes in words Click on the petal to turn it blue E A M M M T 他有不同音的時候 學生學完之後 他就要配合哪一個是對的 那就會是藍色這個 Clic on the color Clic on the color Clic on the color 就完成了 還會有其他的練習 當你學完第六個英文字幕的時候 還可以選擇Viles 就是Lutherland的Living Code Cards 在這裡 我還會介紹第二隻軟件 就是Living Code Cards 第二隻軟件就是Living Code Cards 第二隻軟件就是Living Code Cards 這隻軟件是主要讓學生學了 基本的Living ABC的時候 可以學到英文字幕和Viles的時候 可以學到這個 看看這裡 Living Code Cards 裡面 可以選擇這個 它有很多不同的音量 可以選擇一些福音的東西 也會有的 那當你選擇這個字的時候 可以選擇一個保證 和一些語言 都會有的 讓我看看 那我選擇 Clic story 那當你學完的時候 還可以選擇一些 例子 可以選擇這些字 可以選擇這些字 這樣 那當你學完的時候 可以選擇Word Building的時候 可以選擇一些字出來 這樣 那我們試一下吧 可以選擇一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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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選擇一下 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 Click Gash 可以選擇一些 sequence 如何調整 今次的示範就到此為止 謝謝